这位朋友们的英文教室 英文测验篇第73期 我们看看 Even if I can drive the tour bus Even if I shall drive the tour bus Even if I could drive the tour bus Even if I will drive the tour bus, I wouldn't Let's wait for the driver Fill the comfort that air conditioning provides Hone air conditioning is A curiosity And hot climates It's an extensity And hot climates It's an intensity And hot climates It's a necessity And hot climates Huanglian is a small city But even if But even though But even so It attracts many tourists I ordered the latest edition of a pronunciation handbook But it received an old diversion And old diversion And old vision And old adventure If you want to pay with a credit card If you want to pay with a credit card You can directly snipe Stripe Spike Swipe the card on the device Now let's wait for the danced What you want to contact Well do I want to check And on theとうit Tour bus 旅游巴士 我不会 我不开 让我们等 等这个司机 看后面 这大概意思就是说 即使我会开 旅游巴士 我也不开 让我们去等 等这个司机来再说 那到底 要用 can, shall, could, will can跟 could 差不多 即使我能开 shall 我将要开 我们先讲一个 即使我会开 我也不开 等司机来 那就是你不会开 正常来讲不会开 我们说假设语期 一般是用 用过去式 当然也有用现在式 也有 单纯的 假设用 用现在式 但是呢 如果跟现在事实相反 用过去式 那看起来是它不会开 不会开车 那所以 这个 can跟 could 来讲的 选 could 比较好 即使我能够 could 是 can 过去式 现在式是 can 过去式 could 那 shall 跟 will 现在两个都没什么差了 以前是第一人称 是 shall 这个 第二跟第三人称 you跟 he 或者 they 它没有 will 那现在已经不太分了 这个将会 将会开车 这个不太对 所以就答案 a或 c 其实 a 跟 c 都可以 但是 c 当然是一定没问题 比较好 因为我们看起来是它不会开 就算我会开 它就不会开 当然选 c 是标准 答案是没有错 但如果它会开怎么办 如果跟事实并不相反 但是一个假设的话 所以这个用 can 还是差一点 但是当然 can 是 它出题的话是不对的 因为它不会开车 不会开这个旅游巴士 它选 could 所以它会造成一点点困扰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开 也许它会开 如果会开的话 就跟现在 就是跟现在条件并不相反 所以就是我们假设呢 假设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假设语气 这叫假设语气 第一种跟现在事实一样 只是单纯假设用现在事 跟现在的条件 事实相反用过去事 若跟过去事 跟过去的相反用过去完成事 所以这当然是选 c 选 could 但这题目出的有点瑕疵 for all the comfort 就是 comfort 就是很舒服啦 就是各种舒服来讲呢 这个 air conditioning就是空调 空调设备 不一定是冷气啊 整个空调设备 也包括暖气啊 冷气机 当下冷气机好一点 也有暖气 反正空调了 所以提供的各种舒适来讲 那家用的这个空调呢 那当然家用高级住宅才用空调 一般家就用冷气机 然后要么就是单纯冷气 要么就是带暖气的 是一个什么 在这个热天的时候 它是一个这个家用空调 因为这个你看前面写说 空调设备可以带来各种舒适嘛 因为当然空调很舒服嘛 天气冷它就暖气 天气冷气当然舒服 所以家用的冷气呢 尤其在很热的天气 当然是一种很必须要的啊 这curiosity是一个很好奇的 很好奇的curiosity 这不太对啊 extensity就是延伸啊 延伸的什么东西也不对啊 intensity就是很激烈的 这个也不太对 necessity 它可以当作两个意思 一个是必须 一个是必须品 必须是抽象的名词嘛 可必须品就是实际 它两个都是 它的形容词necessary 就必须的 如果副词就necessarily 必须的 所以当然这个没有问题了 就是necessity 是一种必须品 所以它也可以当抽象名词 必须 也可以当很实际的 摸得到 看得到的 必须品 necessity 这标准答案 第一 necessity 这花莲就花莲了 它是一个小的城市 花莲不大 三层啊 但是怎么样呢 it attracts many tourists 它吸引了很多观光客 所以就语记来看 花莲虽小 但是它仍然能够吸引很多游客 所以这里送本题 就是即使如此 它也能 所以这个送本题 even so 就是 这习惯讲法 就even so 不会讲even as even if even though even as 这个很奇怪 even as 就是 没有这种讲法 even if 就如果 这已经是 但是如果怎么样 这个也不 语意也不通 and that就是 虽然 怎么样 也不通 even so 就即使如此 中文你看 中文跟英文 刚好合上 even 即使 so 如此 中文 这个刚好中文跟英文 两个连在一起 英文就是even so 所以这里送本题 I order 就我订了 order 也可以当命令 这边看起来是订购 订购了一个 latice 最新的版本 edition 就是版本 什么版本 就是一个 发音的 pronunciation handbook 一个指南 发音指南 我就是订了这一本 最新版的 这本 这本书 但是我 我收到的是一个 old of it instead instead就是 不是怎么样 而是instead 就代替了 就是 本来我要订一个 新版的 结果它代替的 结果它没送新版 就送了一个旧 那就版本了 旧版本 好 那我们看看 old version 就对了 virgin就是版本 所以这个第一个答案 就对了 version virgin处女 我收到一个老处女 就不通 vision 你看 它故意搞一个vision 跟virgin很像的 vision就是眼光 我收到一个旧的 一个视野 一个眼光 什么的 这也不对 venture就是 一种投资行为 它比较偏向投机的 venture 一种比较冒险的 一种投机行为 这也不对 所以当然 这当然是 version 这版本 这题难一点 if you want to pay 如果你要用信用卡来付账 credit card 信用卡来pay 来付账 you can directly 你可以直接 直接是directly 如果间接是 indirectly 加个自首 加个in in就是表示否定的意思 indirectly 这边是 你可以直接的 什么card card就跟前面 credit card 呼应 on the device device是设施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刷卡机 可以在on the device 在这个设备上 在这个机器上 就刷卡机 那就刷卡了 就是你可以直接刷卡 如果你想要 信用卡付账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刷卡 那刷卡用哪个 snipe stripe spike swipe 这个很多人就不认识 那就用猜的 snipe就是 像那个最有名 我们最常叫 sniper america sniper的电影 美国狙击手 sniper yeah 就狙击手 snipe就是 就是狙击的意思 刷卡嘛 跟狙击有什么关系 stripe 就是 stripe本来是线条啦 动词也可以啦 因为这边四个都当动词用嘛 刷卡是动词 就是刷线条 在信用卡上刷线条 你说刷卡机刷一下 可那也不叫刷线条 那个也不对 spike就是钉钉子 spike是比较大的钉子 一般小的钉子 就是一般钉木头 spike大钉子钉什么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钉鞋 跑步钉鞋下面那个钉子 那倒不一定长 就是 那也是spike 那另外一种比较标准 就是大钉 就是马戏团啊 要帐篷啊 要开始表演 就是空地嘛 然后要钉那个木桩 钉那个大钉子 就比较大钉子 这刷卡不用钉钉子 swipe这个字 很多人不认识 swipe本来是就是说 用力打 用力打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是 就是刷卡 刷卡 所以刷卡跟用力打 没什么关系 可是这个字难一点 swipe就是刷卡 那它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滑手机滑荫幕 也用swipe swipe有三个意思 一个就是用力 用力打 用力挥过去 那后来就把它比喻成 用刷卡 就刷一下 在那个机上刷一下 用力滑一下 或者后来又用成那个 刷手机啊 滑一下 滑一下 所以swipe这个字很好用 但这个字 很多人不认识 所以当标准答案 就是swipe 刷卡 滑手机 用力 用力去刷 用力去挥动 这个意思 所以就靠你认不认识 这个字 所以我们将把这个五个提议 意思讲清楚 然后为什么答案是这些答案 这是我目前是三个YouTube频道 大家慢慢看 这集讲到这里